面貌部强调国内统治品价格绝对没有上涨 但在社交媒体上却出现多个相同的贴文 集体抱怨生活成本高涨 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就透过推特回应表示 以相同文案来发帖的行为明显违反了部分规定 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将针对帖文展开调查 法米在推特上转发并回复阿都拉尼粉丝页一则推文时表示 这些复制式的贴文为协同性造假行为 有关推文附上四张有关物价的贴文截图 都是透过类似的文案抱怨每月生活开销 从200令吉涨至500令吉 进去让我们来到今天的销 分析 存在 福建训 血道